開工日 民眾一早就到接種站 報到第21期疫苗7號開打 指揮中心統計119萬多人預約 選BNT的有42萬多人 選莫德納的68萬992人 超過一半 現在的疫情應該是越來越嚴重 覺得這應該是持續性 反正不出國就在國內旅遊 月底來一台的150萬劑莫德納 經過春節封肩後 比預定時間還早就開始配發 今天起施打的第21期 已經加入行列 更多數是安排在第22期施打 預計有300萬莫粉受惠 截至2月6號疫苗覆蓋率第三劑 已經突破23.87% 但第三劑到底要達到多少才行 陳時中首度給出了目標 應該到3月初 能夠達到這5成的第三劑的施打率 還沒達到第三劑的民眾 請注意指揮中心宣布 第22期疫苗預約 將在2月9號開放 也是一年零踩三階段分流預約 施打時間從2月14日到20日 至於5到11歲的孩童 該不該打疫苗 陳時中也搬出台灣染疫兒童的數據 國小幼童213人 幼兒園109人 幼兒園以下10人以內 與國外核准幼兒施打的國家相比 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可能還是要讓專家去傷腦筋 國外的經驗 確實跟台灣的經驗 也有很大的不同 那確實他們的染疫率非常的高 所以劑量供應足夠的話 那其實小朋友也應該要開始要打疫苗 不管是打第一劑 第二劑 還是第三劑 還是哪一種疫苗廠牌 年假結束 收藥任務就是趕快打疫苗 這謝文翔 楊宗彥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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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